有上山迹象的就是汇空 因为也有消息说英伦银行 决定取消对大型银行的派息限制 因为大家一直写汇空 很看会派息 但之后的政策改了 就看究竟这个消息是汇空 会不会说接下来会派多些息呢 汇空股价昨天一度升了4% 收市升了2.6% 连大渣打其实都升了超过2% 怎么看汇空 究竟是否派息政策方面 其实发言人那边都有回应查询的 有说过4月份他们 其实当时公布首个业绩都提到 就说接下来8月 他们公布中期业绩的时候 就会考虑是不是宣派一次的股息 当然答了好像没有答过 其实一家公司派息都很看 本身基本的盈利能力那些 你看消息对话汇空来说 那个影响有多大 股价是否真的可以再做好些呢 其实做发言人都很难的了 都已经说了很多拒绝发言 我想你说昨天升了2.6% 其实我有收货 因为始终大家 汇空自己都说过很多次了 自从他不派息之后 再说会派息 他都说明 2022年他那个派息比率大概是四成至55% 我没有记错的 应该是这个阶段 而且他说了会否派息中期 要等中期业绩才知道 我想这两样事情 其实已经反映了在股价身上 你看到汇空自从会派息之后 你从三至头炒到四至头 最好炒到五至头 其实也反弹了不少了 变成了你说 今次监管当局让你派息时 我想刺激作用不会太大 而且刚才也说了 因为汇空有一个派息比率 已经不同 以前我们经常都说 每年都会派51美先 就是那个金额 但现在不是定的金额 是用派息比率去计算 所以我想大家都不要期望 未来可以汇空派息了 我们又可以收回那么多的息 甚至我怀疑 他派不派到贵到息 因为如果你用每股盈利去计算的话 其实也挺难拿捏 究竟贵息是怎样派 因为你不是定额 所以是否会变成中期派一次 末期派一次 我想之前已经滲了 那么多消息出来的时候 所以汇空为什么在这个新消息之下 反弹力度也不算太强